話講到一半 灰衣男子突然站起 一巴掌朝著藍衣男子甩了過去 更誇張的還在後面 藍衣男子跪在神像面前發誓 話都還沒講完 就被衝霧的惡煞亂砰毆打 嚇得趕緊躲到神桌旁 警方進入屋內 嫌犯還抽著煙不當一回事 原警當場大聲訓斥 嫌犯才收起起眼 乖乖配合 警方在嫌犯住處及車輛內 搜出藤條 鋁棒 甩棍等等器械 可借動用暴力已不是第一次 這次嫌犯竟然因為廟裡虎爺 擺放的位置引發糾紛 公然在宮廟動用私刑 行徑囂張 警方將以恐嚇傷害及相關罪嫌 將五名嫌犯繩之以法 記者劉己嬌 張志仁 花蓮報導